落实品德教育 慈禧志工在北京举办两场品格学堂推广活动 邀来的讲师是台湾资深的教育工作者 大陆在推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后 孩子很容易变成家里的小霸王 许丽云透过游戏和分享 改正父母对待子女的方式 感觉这个品格教育非常重要 关键是要持续不断的 而且这个坚持其实真的非常重要 父母对于孩子的这种教育和陪伴 也是需要坚持的 其实孩子们生下来的时候 他们与生俱来的就是 本身很会制作和感恩 所以应该还是从我们自身做起 身体力行的教孩子们 品格学堂拉近亲子距离 疼惜与感恩都在举手投足舰 大约新闻之上美之工黄颖赵紫亮 北京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hta万佩树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